略得分能力,NBA史上只有两个人配得上超级得分手这个称号,一个是乔丹,另外一个是张伯伦,职业生涯14个赛季,1045场常规赛,31419分加23924篮板加4643助攻,张伯伦职业生涯有5个赛季场均得分超过37分,其中61-62赛季场均50.4分加25.7篮板,这个赛季的张伯伦有43场比赛拿到50加20的数据。 在1962年3月2日,张伯伦砍下100分加25篮板,张伯伦的得分能力甚至比乔丹还要强,张伯伦生涯40加次数为271次,而乔丹生涯40加次数为173次,张伯伦生涯118-50加,而乔丹生涯31-50加,张伯伦的40加和50加都是NBA历史第一人,他摆的场次比乔丹少,但40加50加次数就比乔丹多很多。 张伯伦至今保持着71项NBA历史记录,很多记录可能永远都没有人能够打破,常规败的张伯伦很强,但季后赛的张伯伦面对高强度的防守却变得不会得分了张伯伦继生涯打了13次季后赛,共打了160场季后赛,仅得到3607分, 而乔丹打了179场季后赛,得到5987分,张伯伦继后赛场均仅22.5分,季后赛50加次数只有4次,而乔丹50加次数达到8次。 历史之最,张伯伦继后赛中最高分的一场比赛是1962年砍下的56分,而乔丹在1986年继后赛砍下63分,历史第一人张伯伦继后赛场均得分最多的一个赛季,也只有37分。 而乔丹在1986年总季后赛场均空下43分,历史第一人常规赛得分能力超强的张伯伦,为何到了季后赛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其实在那个年代,常规赛的防守是也没有季后赛防守强度大,张伯伦可以在常规赛刷分,但他无法在季后赛中刷分,特别是遇到了像别比尔拉塞尔这样的以防守著称的球员,拉塞尔根本不用得分,他只需要限制住别人得分就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场均16分就能拿到MVP,而张伯伦场均50加20都拿不到MVP的原因。